不是 是不是 我才是这样吗 能不能耽误这么长时间 不是 你们就现在打个我吗 打个交警电话 过来一个快 这个是你的事啊 这 还剩十五分钟了 来得及吗 怎么办 什么要追我呀 白云 你刚才说 从这儿到那边 只有几分钟扯扯 不行 来不及了 你愿不愿意 跟我用最原始的方式过去 原始的方式 快 下车 小念 我们就跑了 快 走啊 等我一下 我恨你之间 又透明 天初 快跑啊 不然就看不到过日了 天初 你快一点 颠倒山楼 是否能倒转时光 你拒绝牵手的右键 你拒绝牵手的右键 装着送你的全世界 要给就给换圈 医生 这前方怎么回事啊 这点不应该堵车呀 是不是前面有事故啊 出院 太老子 我拒绝了 你拒绝了 你拒绝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们没迟到吧 没有没有 刚刚好 辛苦了 刚才我本次提了这样一个问题 那之前好像有报道说过 我们学校节的漫画 是以恩一科技的工总为原型 尤其是漫画的主人公呢 是霸道冷漠的人物形象 那和今天现场这位男主角 好像不太一样 穆先生的声音听起来还是更温柔一些 那作为人物原型 这种反差是特别的设计呢 还是 他根本就不会来 我也不想让他来 都在想什么呀 小妮 赶紧了 不好意思 你刚才问的是什么 没事 这是刚才粉丝呢 提出了一个问题啊 因为我们之前也有报道 好像说过 石小姐的漫画呢 是以恩一科技的工总为原型的 那其实还有漫画里的主人公 他是霸道冷漠的形象 那和我们今天现场这位男主角 好像就不太一样了 穆先生的声音听起来更温柔一些 所以我们想问 那作为人物原型 这样的反差是一种特别的设计呢 还是算是吧 其实是因为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脾气不太好 经常和小念吵架啊冷战什么的 因为我跟小念从小就认识了 所以我们算是彼此之间最了解彼此的人 他也经常会把一些我们生活的过往 当作这个画漫画的一些素材 所以说其实很多漫画演的情节 都是两位发生过的真事 对啊 就比如说漫画中男主人公写不出来文案 然后吵着让人给他做蛋炒饭这件事情 就是真事 再加上小念本来厨艺就不错 不过我没想到你还挺记仇的啊 把这些都画下来了 好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 我欺负她的事情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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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位 你找谁 我是那个石小念的经纪人 然后这个是她助理 石小姐呢 正在里面做访问的 你们这样 先到那边稍等一下 好吧 好 是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 粉丝们总结出来的漫画里面 他们特别喜欢的粉红情节 像刚才说到的蛋炒饭梗排名第一 其他还有像鸡掌为师的梗 香烟小吃街 还有篮球馆约会等等 这么说其实这些情节 应该是两位相处的日常吧 其实是我小时候 从我小时候就挺好的 那这些情节更加喜欢哪一个呢 都挺喜欢的 默契啊 都是和青梅竹马 难忘的回忆对不对 那所以小吃街也是有原型的吗 对啊 那个小吃街就在我们中学附近 现在也很活 如果大家有空的话 可以近口去逛逛 那一段路我们颠倒无数 这一场平原孤单不复 好 非常感谢石小姐和木星医生 我们总继续到这儿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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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念 小念 木检柱看起来确实有模模样的 算年风不错 好 今天谢谢你 不客气 其实很多事 我一直看着漫画编出来的 以前的事情 记忆中也很模糊了 所以 要说一些对不上的地方 你别介意啊 没有啊 这毕竟 都是你和小迪的过去 那个 我公司还有别的事要处理 就不送你忙 没事 你去忙吧 我让小娃子叫车 嗯 拜拜 拜拜 小念 我叫车 我们走吧 嗯 走吧